有民众投诉在群组收到的讯息写说 只要你是满50岁以上 只要报台北市医员张茂南的名字 就可以去长庚医院这里打疫苗 被民众质疑说 这难道是耍特权吗 对此张茂南是大声的喊冤 说自己只是顺水推舟 告诉民众说可以让符合资格 但是没有办法网络预约的人 直接去医院造册施打 那也因应越来越多人打过疫苗 新北市就公布27号之后 让日照中心 公托中心 可以有条件开放 尽管是台风前夕 但疫苗战依旧照常运作 医护人员一个个帮民众施打疫苗 不少年轻人也来打 希望早点获得保护率 而因应中央降级 新北市长侯友宜这样说 一定先从户外 然后室内在可以落实人潮管控 最后才会以脱口罩的行为 不过7月7开始 新北市率先公布公立脱婴中心 跟日照中心 幼儿园跟客照中心 有条件开放 如果没有打过疫苗 这些工作者也要持快筛 陰性或是PCR证明 才可以来工作 但在凭疫苗覆盖率的同时 竟然又爆出特权疫苗吗 有民众投诉说收到讯息 表示张茂南议员强调只要 50岁以上的人 为上网挂号的人 带双证件到注射站 说茂南议员请你来的 就可以打疫苗 报名字就能打 有这么神 有些人他那个系统不会挂 或者是刚好在那个挂的时间 没有挂上 那他可以就是经由医院的系统 强调这是好新告知讯息 对此台北市副市长蔡秉坤也说 为了降低数位落差 有些人无法网络预约 会再公告新的接种专案 让民众更方便预约施打 华时新闻 熊宁李琪亭新北市报导